本地人涉嫌以每个月350到500令吉 把摩托车租借给非法外劳 调查发现这名来自马江的50多岁本地人 拥有40辆个类型的摩托 全都用来租借给没有驾驶执照的非法外劳 谋取暴力 登加了路交局执法人员昨天晚上出动 取缔没有驾照和路税的非法外劳 当局在行动中检查了567辆摩托 充公了79辆 其中两辆是偷回来的摩托 此外当局也向138名外劳开出284张罚单 涉及的罪行包括无怪驾驶 没有保险或未足零驾驶